克森 所謂水門安什麼 叫自己的幕僚 跟幾個CIA退休的特工 跑去人家競選總部接竊聽器 這個事情讓他一個 洪穎他是連任成功的總統 還是下台 總統任期做不完 現在馬恩九你不出來解釋這個事嗎 今天調查局出來說 會選 洪穎那次選舉是什麼 是用民調初選 要去跟誰會選 我覺得調查局今天是這樣 沒有否認 而且還跟你講說我們本來就是這樣做的 我們依法行事 我覺得這才是最可惡的地方 調查局職權裡面哪一個是做政治徵收 哪是要做政治勤資的 沒有 今天有報紙上寫 調查局有需要負責去估票嗎 調查局的職權裡面有負責估票嗎 沒有 今天全部說他們是依法行政 洪穎如果這樣依法行政 所有的候選人都查光光 你知識誰 難怪連方講過 彭懷南去見蔡英文為什麼會曝光 我合理懷疑調查局卸的 對不對 調查局有跟 蔡英文 卸給報社 洪穎 蔡英文3月就已經被跟了 彭懷南那時候幾月去見他 暑假前 對 那你怎麼知道是卸給報社 你怎麼不知道是國安高層說 拿去給報紙 給他頭條 對不對 嚇著彭懷南非得一個聲明說 這是我最後一個職位 洪穎這沒有政治操作嗎 你怎麼知道說這些大老闆出來 沒有什麼人去訪問他說 看看這些資料 你要不要出來講說你挺九二共識 這才是最可怕 暴力機器在這個政府裡面 你動員公務員 然後現在要用情志 我覺得蔡英文這個選舉 怎麼選得下去 真的靠三隻小豬耶 我意思是說 這個事情是馬英九要出來講 不要講說沒有根據 不是水門案 這就是台灣的水門案 那徐老師如果讓你當總統 你會怎麼處理掉下去 洪穎很簡單 所有的資料調出來 誰下這個令的 誰去執行的 洪穎我們是有公務人員服務法 就算是上級下了命令 你違反公務人員服務法 公務員還是可以拔掉啊 我要在這邊講 調查局的調查員是公務員喔 他還是有法律規範的喔 調查員不是不可以拔掉的喔 是 好 那麼其實啊 行政不中立或 用國家的機器 在進行這個浮選 這個事也不只這一張 那麼還有其他 等一下呢我們繼續來討論 來先休息 進廣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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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